哈囉各位E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柏鴻 我是謝忻 我在怪他裡面飾演的角色叫做陳柏青 他是一個對細菌非常敏感的人 他有強迫症 因為他對細菌的害怕導致他不敢出門 所以他常常的生活都是一個人 那他每個月只出門一次 有一天他出門的那一次 就遇到了他生命中唯一一個 跟自己看起來很像的人 那這個人呢就是陳靜 我在怪他裡面飾演叫陳靜 然後呢我也是一樣有強迫症 我喜歡打掃 我只要在外面超過四個小時 我的皮膚就會過敏 所以我基本上是很少在出門 很巧的是在某一次我們在 我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剛好就遇到了 也不愛出門的柏青 然後我們就是就談了一場戀愛 比如說陳柏青他的強迫行為就是 因為對細菌的害怕 所以非常喜歡打掃 雖然沒有那麼相似 但是我本人也會有一些強迫的行為 比如說我很喜歡穿白鞋 但是看到白鞋上面有一點污漬 我就會忍不住想要把它洗乾淨 我覺得我自己跟陳靜 比較相似的地方是在談戀愛的部分 在戲裡面談戀愛的過程 我覺得很像是幾乎每一個女孩子 談戀愛的寫照 當然就是在你沒有另外一半的情況下 你就是可以活得很自在 或是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但是當你遇到一個你們是同類的人 你開始就會試著想要跟對方的步調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就變成好像沒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一切都是跟著男生走 然後在戲裡面陳靜也是 因為陳靜他其實是一個強迫震害 也是一個有潔癖的 但是他卻因為愛情 所以就搬去跟陳柏青住在一起 就是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女人談戀愛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我比較特別是我在拍六弄的時候 就認識廖明義導演 然後一直以來在六弄之後 就很想要跟他合作 然後我們也常常會出來吃東西啊聊天 然後就在想說 我們可以一起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 那當看到怪胎這個劇本的時候 就覺得很驚喜 因為這個故事很特別 然後角色也很有趣 沒有不言的理由 對沒有不言的理由 從一開始就覺得想要跟這個導演合作 因為在好幾年前 有跟導演在公開場合 應該第一次見面嘛 然後他可能就稍微跟我講一下 他當時想要拍的東西 但不是怪胎 然後一講就講了一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導演的口條也太好了 而且他的思緒非常清楚 他可以用嘴巴就告訴你 就是讓你聽到那個故事 都覺得你好像就是那個角色 你好像就在故事裡面的那個人物 隔了幾年之後 怪胎劇本來了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我就很期待 因為劇本非常非常流暢的就看完 然後看完之後 其實那個後座力很強 然後對於演員 對於我們兩個演員 其實也是有相當的挑戰 所以就覺得好像應該可以來演一下 我在想說我的尺度要講到哪裡 因為怪癖都很私密啊 不好意思講太私人的 吃彼屎啊 我的怪癖是不喜歡穿鞋子 就能夠脫掉鞋子的場合 我就會脫鞋 腳踏實地 對 另外一半會是跟朋友聚餐 我很害怕別人吃的比我還快 這樣子我會胃很痛 因為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想要慢慢去品嘗那個食物 但是旁邊吃很快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電影有 非常可愛的一面 大家都會說它是一個愛情電影 柏青跟陳靜兩個人相遇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他們的一拍集合是非常可愛的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是想要透過這個電影傳達給大家 是即使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怪胎 即使我們覺得自己跟這個世界有多麼的不一樣 但不用擔心我們一定會遇到懂自己的人 當我們感受到自己的怪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排斥它 而且要知道這件事情是讓我們很特別 讓我們是獨一無二的 很喜歡導演其中有一個他想要傳達的 就是換位思考 大家可能在看前面的時候都會覺得 當他看到柏青偷吃 在外面遇到另外一個正常的女孩子 然後大家就會跟著罵柏青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其實你看到最後那其實就只是我的夢 你有你當下有這個想法 但其實如果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 其實那個感覺又是不一樣的 然後看待事情的那個態度也會轉變 全部 我覺得我很喜歡 對啊就是這個電影對我們來說是真的 投入了非常多的感情 所以不管是前半段那種甜蜜可愛 或者是後半段的生氣或是心碎 都很難忘 如果要講一場的話我應該會選 吵架的那一場吧 對啊 雖然說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看到那場戲 還是都會很心痛 不管他講多少次戲裡面的台詞 我只要看到講那些台詞的表情 我就會 真的是會又氣又難過 我很喜歡我們在餐桌上面那幾場戲 有我們兩個甜蜜 然後直到柏青那後來去上班 那個他演的真的很壞 因為 你演的也不 特別善良 我選你的 我選你 因為其實你要看另外一半的心有沒有在 還在你身上其實在吃飯或是在平常的相處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然後那一場戲是 他那時候一演完我就說你真的很壞 他就在吃飯然後我可能在跟他講話 他就是眼睛離不開手機 可是他手機也沒有在認真看 他就是這樣滑 然後他就怎麼了嗎 然後再慢慢緩緩看你 就會覺得自己是被他刻意冷落 他也很明白的想要告 讓你知道我現在就是心浮在你身上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那一場演的 我覺得不是說難以脫離角色 而是在拍怪胎這個戲的時候 整個劇組的人 我覺得大家對這個劇本 對這個戲都非常非常有愛 我覺得是用自己百分之兩百的投入 像是有一點強迫症的精神去完成這個電影 所以我非常享受在拍這個電影 大家那種很投入的創作氛圍 剛拍完的時候會有一點點覺得不習慣 有點小失落 對 因為我們我們兩個幾乎是 對我們每天都拍然後經歷的非常多 所以剛拍完會覺得有點捨不得吧 不太習慣 我不知道我自己被影響什麼 但是我覺得多虧怪胎這一個 這一部戲 然後還有陳靜這個角色 那應該不是什麼入戲太深或什麼 我覺得反而沒有 我覺得反而是 陳靜這個角色即便到殺青到現在 然後我們宣傳也都做完了 可是我覺得我內心裡面好像有 多了一塊位子是給陳靜的 你要說我本身就跟他像 其實也蠻像的 我覺得他就是在我的心裡面更 紮紮更踏實一點 對 我其實很喜歡這種感覺 能跟導演和欣盈然後 劇組這麼多的獎項一起入圍 所以就非常非常滿足了 拍這個戲的過程大家都非常投入 就像欣盈也有說 我們三個人在開拍前每天 八到十個小時 不管是拍戲 讀本 聽導演講這個電影 其實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的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是互相 對互相牽引 然後互相幫助 讓大家都更進入這個電影的狀態 所以就是很謝謝金馬獎吧 對給我們三個人這樣子的 很棒的經驗 對因為在創作過程中大家的投入到 典禮當天我們三個人可以一起的去 享受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感謝的 我是其實跟柏鴻差不多的感覺 然後我會覺得 其實怪他是在 兩年一年前 去年 去年拍 然後其實在拍攝前至到後面 我們就像柏鴻講的 我們三個人就是完全是緊密的 那個關係是很很靠近的 然後當下卻讓我們在那一個半 一個多月 我覺得是很享受 然後到後面宣傳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OK了 但後面又來個金馬獎入圍 然後就天啊 就有點像是獎勵 對我覺得有入圍 意外的驚喜 對意外的驚喜 我覺得我們三個可以一起 我們跟劇組一起走紅毯 就已經很棒了 因為很難得自己講 男女主角 主角都有入圍 然後導演都有入圍 就是非常 已經很開心了 對